Hello 各位熱愛音樂的朋友 今天有一個好消息 和兩個壞消息公佈的 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超過了100% 有12萬 多謝你們 但是呢 不好消息是什麼呢 其實這12萬呢 是不夠去掩蓋我的 album的製作 為什麼呢 如果你們有留意一封的project 都會發現其實製作費是比我 現在設計的更高的 而我這個費用呢 其實有很多 你看到我可以有很多禮品回贈 那些禮品其實是有一個成本的 而我計這12萬的時候 就是沒有計到 我這些產品的成本進去的 而且就算你看到 那個市場的價錢也是非常之低的 那原來呢 為什麼我要扣成本之後呢 那也都要 音樂必要運作 都有一個percentage的 所以我計算完之後 其實我現在的12萬裡面 可能是剩下沒有三分二的 那呢 我就發覺 哈 原來這條數呢 都不是很足夠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 如果呢 你們是有些人見到 以為我一百percent 就想著 算了他都搞定了 不用支持 其實不是這樣的 請你們繼續繼續繼續 繼續贊助 或者是 回贈一些禮品 還有呢 那些product呢 其實如果不是 through musicbee 遲些我在我的表演 或者是 其他地方買的話呢 那價錢就不會現在這麼便宜了 所以便宜買呢 就 買了 如果不是呢 就 沒有的了 然後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那第二個壞消息是什麼呢 第二個壞消息呢 就是 哈 原來我本來說過日子 6月27號 在Grabber Seller 這兩個資料呢 現在都會變更的 那如果你們買了票 已經是全餐了買了票的朋友 就道歉 要和你們 極之不好意思 就是 希望你們 如果 我打算是改成6月26號呢 你們都是 OK的 那現在暫定呢 就是6月26號 在Backstage Live的 那 遲點會有更多資料公佈的 那 那 6月27號這個呢 在Grabbers呢 就因為各種各種的原因 其實因為Grabbers都很貴的 那 所以暫時呢 就 這個 這個 錯了 當然 我是一個 做音樂的人 其實我是 出名自小 是一個數學白癡來的 哈哈哈哈 是很有原因的 那你會發覺 除了數學白癡之外 我的organization skill 都似乎一般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 沒有唱片公司的情況 就是會這樣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呢 6月27號一個日是不行的 對不起 那 希望 你們不要 不要罵我啦 如果你罵我 你都 都 都 都可以罵的 好啦 那你們儘管在Q&A留言 罵一下我啦 那 是啊 好啦 那繼續努力啦 各位 各位同志 革命尚未成功啦 那 謝謝你 我們再說啦 Bye